前黎岛区议员黄俊阳被控骗取九个婆婆近一百万 押后去到9月28日再讯被告要还押 案件在官堂裁判法院提堂 28岁被告黄俊阳暂被控一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 案情说他上个月30日假冒一个婆婆的儿子 不诚情认为涉及一宗袭击案被捕 骗取十万元现金保释金 并且上门收取款项 警方早前说被告牵涉上个月底去到今个月初 官堂区九中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 合共骗取大约一百万 黄俊阳暂时无需答辩 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黄俊阳在2019年当选尼岛区议员 前年因为宣誓无效丧失区议会议席